美军的新式武器滨海战斗舰不断被爆出存在缺陷 除导弹发射器不达标外 船体还曾出现漏水的问题 据美国海军官方公布 2012年2月1日晚 美海军自由号滨海战斗舰在南加州海域航行时 船体出现少量漏水 落马公司建造的首艘滨海战斗舰自由号 造价6.45亿美元 2008年8月交付美国海军使用 此次漏水事故是自由号 在圣迪哥完成码头大修之后 在海事途中突然发生的 而在此前的六个月 该舰刚刚在船厂进行了升级改造 圣迪哥海军水面部队司令部一位发言人表示 该舰左舰推进轴的密封出现问题 从而导致了少量漏水 该舰士兵通过膨胀式密封片 及时封住了泄漏处 使得自由号顺利的自主返回圣迪哥港 随后 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的工程师们 对舰体进行了全面检查 确定事故的真正原因 并进行了维修 之后自由号继续进行了海事 据悉 早在2010年的海事过程中 自由号上铝合金结构的旱缝处 就曾出现若干小裂缝 表明船体旱接存在缺陷 2011年2月中旬 自由号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海事时 船员在水线下船体 发现长15厘米的横向裂缝 每小时向船内漏水19升 舰长认为漏水在可空范围内 随后舰艇返回了母港 修复船体并重新审查舰艇设计 但在随后国会的舰船建造听证会上 海军官方曾隐瞒了有关自由号裂缝的问题 也未正式向议员和委员进行通告 国会研究部一位无党派人士